在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发酵后的食品 但除了它之外呢 我们会拿酵母菌来酿酒 或是有些会酿醋 这些都是酿造的一些生活中的应用 都是利用微生物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早期的酿造记录有哪些 我们先举东方的酒为例 东方的酒酿造记的历史很久很久了 西元前两世纪的吕思春游就提到 宜迪做酒 说宜迪它发明的怎么做酒了 后来汉代的战国社是还有这样的描述 我说 哇 以前有宜迪作酒而美 然后进贡给大宇 大宇饮了之后 感知 哇 好甜好好喝哦 然后就说 宜迪你给我滚蛋 为什么呢 就 厥子酒 就是下子饮 大家不要喝酒了 还说 后世必有 以酒亡其国者 你看 这是先知卓言 他说酒这么好喝 会悟大事的 大宇果然是明君啊 后来呢 近代的姜童写了一本书叫九号 还有他姓姜 不姓放 不玩 这句话说什么呢 有饭不尽 我与空商 饭吃不完 放在树洞那边保留 结果呢 放酒之后竟然预饥成味 酒绪气氛 变得好香哦 就是酒了 这是明代的这个说道 黄山多圆 圆侯会采集 杂花放到石花中 结果就酿成酒了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认为 最早酿酒的不是人 是其他的 圆侯类 有这个说法啦 好 那明代呢 有人写这个酒史 他说 酒至宜迪 度始作 宜迪做出酒来 然后之后呢 哇 这个作者日凡 越粗越起 南邦多用糯米 北邦多用树米 唯品不一 酒的品种越来越多了 原料越多了 以上是东邦酒方面的记录 西邦当然也有 所以在很早很早之前 其实埃及人 古埃及人就已经在做面包跟酿酒了 酿啤酒 好 那以上是酒的例子 接下来举另外一个西方的例子 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有提到 亚拉伯海以甜奶跟酸奶 款待三位天使 酸奶最早的文字记录就在这里 酸奶是乳酸发酵的乳酸制品 海上我们就以这些早期的记录让你们知道 人类古代文明就已经有酿造 利用微生物生产食品这样子的记录了